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我父上帝 我父是万福的全员 主啊在这凌晨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使我们每个人得到主的引导 主啊上帝的话语 正是我们心灵最需要的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的内心领受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在灵里有成长 求主赐福于我们 主啊求主使用我 通过我的口传讲上帝的旨意 与上帝的话语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每个人 只专心爱主 爱上帝 使我们的内心只专心爱耶稣基督 使我们每个人蒙上帝的喜悦 使我们每个人都蒙上帝的使用 做义的器具 靠主耶稣基督获得胜利 战胜一切 奉耶稣的名感谢 献祝福祷告 阿们 全能者上帝正在帮助我们 而我们内心始终要排斥着帮助我 上帝是爱我的 上帝是帮助我的 而我的内心总是在排斥上帝的爱 我的内心总是在排斥上帝的帮助我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马太福音20章 上帝时时刻刻都是爱我 帮助我的 而我内心总是在排斥上帝的爱 而我们总是误会上帝 总以为是上帝不帮我 不是上帝不帮我 是我的内心亡梗悖逆 我始终在排斥上帝的爱呀 如果我总是活在过去的话 那我就是太可悲的了 菲利比书三章一到十六节 昨天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过去的就已经过去了 如果我在过去犯罪 我的良心过一步去的话 那就向上帝阐述自己的罪 向上帝阐述自己的错 求上帝饶恕我的罪 求上帝饶恕我的过失啊 今天是崭新的新的一天了 我们要重新开始 那怎样才能重新开始啊 我们真诚地认罪悔改了 今天我也要像第一次来到主面前一样 真诚地认罪悔改 承认耶稣基督的宝血 是我唯一的救赎主 每一天每一天来到主面前 像是第一次来到主面前一样 谦虚地真诚地依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认罪悔改呀 就比如说我总有一些不好的习惯 偷东西的习惯 求上帝帮助我主啊 我有这样不好的毛病 求主改正我 求主帮助我 能改正这一切不好的习惯 那么到了明天呢 我发现我还有这个偷东西的不好的习惯 所以到了第二天 我还要像第一次向主求饶恕 求帮助一样 求上帝帮助我 这一年365天 每一天每一天这样积攒的话 那我需要得到改正的 我需要得到医治的那些内容 越来越丰盛了 就每一天每一天我们要靠上帝的话语而活 我每一天能呼吸 能呼吸这个新鲜空气也是全靠上帝的恩惠呀 那很多人来到我们教会都过了三年的时间了 怎么一丝变化都没有啊 每一天不求靠上帝 每一天还是要靠自己生活啊 我们内心仅需要的是上帝的话语 我们内心急需急需的是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是上帝的话语啊 我每一天每一天 因上帝的话语 我发现我内心的缺陷 我不好的习惯 我不好的性格 我不好的脾气 求主帮助我 求主造就我 求主改正我呀 我每一天每一天这样谦虚的 紧紧的抓靠上帝的话语 怎么可能得不到改变呢 靠自己改变不了的 我们能装 我能装模作样 能伪装自己 但是改正不了自己的行为 改正不了自己的恶习的 只有全能者上帝是改正我们的恶习 只有全能者上帝是造就我们 医治我们的 因为在这世上我们人都是残缺的 是罪人 这世上是没有义人的 罗马书三章十节 上帝多么多么的好啊 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 十年前这个人是什么样子 十年后这个人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呢 上帝是全能者上帝 而且上帝已经为我预备好了 一和华一乐的一切的祝福啊 而我内心为什么始终不专注于上帝的祝福 我内心为什么始终不专注于上帝的 允许呢 比如说上帝为我预备的是非常庞大的祝福 而我内心始终非常的狭隘 我内心始终枉梗背 你怎么能承担这么庞大的祝福呢 我们总是眼睛瞎了一样 看不见自己的错 看不见自己的问题 反而在误会上帝 甚至抱怨发怨言 走偏了 日用的饮食啊 我们每天向主求日用的饮食 我们向上帝求的是日用的饮食 这日用的饮食 就是我们每一天每一天来到主面前 求主的话语 求主的引导 求主帮助我 唯独上帝赐予我满足 因为只有上帝那里有祝福 这祝福是从上帝那里领受的 为什么很多牧师 很多神学家 很多信徒都成了假的信徒 假的牧师呢 很多人总 很多人总是按照 我们人的想法 按照这世俗的标准 哎呀 这差不多了 应该可以了吧 在上帝面前没有差不多了 可以的 是百分之百完全的 而我们人不是完全的 上帝是完全的 唯独上帝使我成为完全的人 彼得前书五章十节啊 在基督里 上帝使我完全 靠大家和我 我们绝对不可能做到完全 每一天每一天 我们献成羹礼拜 那么 每个凌晨来到主面前 我仅仅抓靠主的话语 一天抓一句经文 一年下来也有365句圣经经文了 我有没有只一心 专注于上帝的爱 我有没有只一心 专注爱主耶稣基督 爱上帝呢 因信耶稣基督使我得救赎啊 因信耶稣基督 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啊 而我的内心 信心多么的薄弱 甚至我内心根本就没有信心 我自己却意识不到 我们以为我来到教会了 我是信主了 我以为我嘴上说信 好像我内心就有了这信心 部族的普通我平昂牧师 给大家讲的这些内容 是非常精华的 大家听十年 大家都听不明白的 通过这一次的讲道 能醒悟过来啊 我们多么的傲慢 多么的骄傲 自高自大 很张狂 所以甚至很嘲笑别人的行为 很爱指点别人的行为 这都是因为认不清 我自己看不清 自己内心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自己看不清 自己灵力是什么样的状态 也不承认上帝的作为 也不认识上帝是谁 也不认识全能的上帝是谁 所以我们每个人在主面前 没有一个能夸口的 只有谦虚地跪在主面前 真诚地认罪悔改 我平昂牧师 今天也是以第一次来信主的心态 来到了主面前 我第一次来到主面前 而我们呢 很傲慢 哎呀我昨天也来教会了 哎呀我昨天也来祷告了 路加福音九章六十二节 手扶着离往后看的 做不了主的门徒 不能跟随主啊 而我们呢经常 手扶着离就往后看 开车的时候呢 这司机总是往后看的话 就很容易出事故 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说我要跟随耶稣基督 但是我们总是放不下 这世俗的一切 甚至总是在往后看呀 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六节 读到二十八节 以二只是在你们中间 不可这样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谁愿为首 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正如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赎价 阿们 大家和我 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呢 我们都希望成功 我们都追求成功 每个人都追求成功 希望成功 然而我的灵魂 如果没有活的话呢 我的灵魂死去的时候 越是追求成功 越是把自己推向了败坏 那我到底 我内心的灵魂是死了还是活了 我怎么能知道呢 我们内心有罪恶的时候 灵魂就已经死去了 如果灵魂死去了 就如同灭亡的处了一般 我犯罪的时候 就积攒了恶 我行恶作恶 自己却意识不到啊 路加福音十八章八节 在这世上 在这世上 真实信耶稣基督的人 真的是太少了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九到四十节 得救赎的人 特别的少 如同诺亚洪水的时代一样 当今很多人说 哎呀 基督徒多多呀 怎么上帝却说 能得救赎的人这么的少 如同诺亚洪水时代呢 能去天国是多么多么的艰难 我们福山第一教会 做四阶段悔改 是因为承认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宝血 是为我的罪恶流出的 耶稣基督是为我的罪 死在了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了 很多人以为 哎 我这辈子每天去教会 所以应该能去天国 这不是能去天国的标准呀 唯独上帝知道谁能去天国啊 在这世上 我有没有遵守上帝的话语呢 我有没有 传耶稣基督的福音 做主的门徒呢 上帝的话语 每一句话语都要遵守啊 马太飞五章十八节 而我们很轻视上帝的话语 甚至很藐视上帝的话语 自己选择性地听 我们找一下诗篇一百零七篇 我们很轻视上帝的话语 甚至很藐视上帝的话语 自己却意识不到自己犯罪了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了主面前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了教会 很多人不是这么想 哎 我昨天也来了 所以我今天放困一会儿 应该没事 就是说我们的心思 永远在往后看 哎呀 我来这个教会 都很长时间了 哎 昨天呢 我昨天特别蒙恩典 昨天可好了 所以今天特别累 可以先睡一会儿 这就是我们没有往前看 总是往后看呀 那作为牧师的 看着大家走偏路了 不可能看着不管呀 我要讲实话 真心劝勉呀 昨天的我的行为 跟自己不再有任何关系了 我昨天犯的错 我就要真诚地认罪悔改 那我昨天的好行为呢 在上帝那里有记录 但是我不能总是记着自己曾经的好啊 今天又是崭新的新的一天 是靠上帝赐给我的生命 我才能活这一天呀 藐视上帝的话语 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一起读一下诗篇107篇 10到12节12 那些坐在黑暗中死因里的人 被困苦和铁链捆锁 是因他们违背上帝的话语 藐视之高者的旨意 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 他们扑倒无人辅助 阿们 很多人说 哎呀我没有侵蚀上帝的话语呀 我没有藐视上帝 我们自己犯罪的时候 自己意识不到自己的罪 自己察觉不到自己内心的邪恶 上帝是最好的 上帝是全能者上帝 我们所需用的 无论是身体上的 还是这物质上的 我们所需用的健康 物质上帝全为我们预备好了 而且全在攻击我 创世纪22章14节 上帝为我预备的祝福 是夜花以乐的祝福 是上帝赐给我满足 而这么好的允许 我偏偏不信 我偏偏不承认 一个人如果被铁链捆锁的话 那真的是最痛苦的 上帝所做的事情 谁能挡住啊 谁能抵挡呢 任何人都不能抵挡的 我们藐视了上帝的话语 我违背了上帝的话语 自己却察觉不到 自己却意识不到 不肯承认 察觉不到自己内心的邪恶 而别人的错 我却看得一清二楚 这就是我们人最大的罪信啊 出埃及事件 四十年时间 四十年 学会的是顺从啊 唯独顺服上帝的得救赎了 因耶稣基督的保险 我的罪恶能得到救赎 宣明记五章十五节 我们要纪念出埃及事件呀 我们要纪念出埃及事件 所有的辛苦受累 今天都要了结掉 耶稣 解开我所有的捆锁和捆绑 我们的罪恶呢 唯独靠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保险 能得到赦免呀 我们在这世上 要做仆人 因耶稣基督的名 做仆人 雅各书四章十节 我们做仆人 谦虚谦卑的时候 上帝高举我 我们总是想靠自己 甚至总是想自高自大 抬高自己 总是想靠自己爬上去 就比如说 我是一个普通职员 那我为了往上爬 我一定要踩别人 甚至害别人 我才能爬上去 在现实生活中 就是这个样子 相互陷害 我陷害别人 我踩别人 我才能提高自己 我才能 抬高自己 然后相互就有告状啊 相互有那些 自相残杀呀 这就是当今 社会的恶性循环呀 在这社会里 都是背叛的 都是相互利用的 在这世上成功 都是靠什么呀 在这世上 就是这样 凄惨 惨烈 而我们人生 虽然是在这世上生活 我内心遵守的是 上帝的话语的话 我内心只专注于 上帝的爱 专注于耶稣基督的教导 专注于这福音的 奥秘的时候呢 在现实生活中 我因为遵守上帝的话语 我宁可做仆人 约瑟不是靠人脉 成了一国宰相啊 约瑟 内心紧紧抓靠上帝的话语 与上帝同行 只专注于耶稣基督 做了仆人 结果他蒙上帝的使用 上帝高举他 使他做了一国宰相 使他成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人 不仅拯救自己 也拯救了自己的国家 也拯救了自己的家人 和自己的这个 就是整个当时的埃及呀 约瑟虔诚的生活 只专心爱主 爱上帝 与上帝同行 结果蒙上帝的使用了 而在这世上 我们总以为成功是要靠世俗 成功是要靠世上的标准 不是的 在这世上总是想拼人脉 甚至拼父母 而这一些并不是能帮我推向成功啊 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真实的 紧紧抓靠上帝的话语 靠着上帝的话语 能够认识到我是罪人的身份 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宝血 奢免我一切罪恶 所以我能够谦虚地来到主面前 真诚地认罪悔改 求上帝的饶恕 与上帝同行 与上帝同在的时候 无论身处于什么环境 能战胜邪恶 不至于犯罪 这时候是蒙上帝使用 在座的各位 我们的价值观放在哪里了呢 我有没有真实地做仆人呢 当然了 我想做仆人 我做不到的 唯独悔改了 我悔改了 真诚地悔改了 真诚地领受上帝的话语 认识到我是罪人的身份 靠着上帝的爱子 耶稣基督的宝血 认罪悔改了 这时候才能做仆人呀 为什么很多人 喜欢我朴牧师呢 在这世上 谁都不指出 我的缺点和我的错 而我朴牧师经常 狠狠地指出 大家的缺点和大家的错 那大家当时听的时候 虽然不爱听 但是听了责备 就会发现 我听着是很受益的 听了责备 我就真诚地认罪悔改 我听到的这些责备 原来是给我受益的 在这世上 我们很容易就讨人的欢心 讨人欢心 讲假话 为了讨人欢心的话 反而是害这个人呀 真言29章5节 我们真诚地悔改了 上帝主宰着 我的心怀意念 这时候 我的言心举止 由上帝主宰 能做好事 能有好行为 照亮身边的人呀 通过我的言心举止 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爱 这时候 能拯救一个灵魂 能医治一个灵魂的疾病 圣灵感动我 朴牧师 让我传 讲上帝的话语 是圣灵感动我 讲什么样的内容 有些人说 哎呀 我去工作单位 我没有什么人气 大家知道 我没有人气 分明是由我的言心举止 出问题了 那在单位上 我没有人气的话 说明我在自己的家庭里 也没有人气 但是 我们很难很难 发现自己的错 我们很难发现 自己的缺陷是什么 那通过听讲道 通过上帝的话语 我能认识到 哎呀 原来我内心 这方面是错的呀 哎呀 我原来 我这样的行为 是错的呀 上帝 使我醒悟过来 圣灵使我明白 过来的时候 引导我真诚的认罪 悔改呀 有时候 虽然我的外表 没有什么表现 但是我的内心的想法 我内心的一举一动 我内心在怎么想的 我内心的琢磨 这一切 如果是邪恶的话 都在犯罪了 手指没有动弹一下 但是我的内心 却犯罪了 这是相同的罪恶 也是要 也是要 去地狱的呀 而唯独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保险 是让我们 罪恶得到赦免 使我们 能免去地狱的灾难 生命能够得救赎啊 夫妻之间 我们也要相互做仆人呀 我们总是 自己不愿意做仆人 总是要求对方做仆人 我朴牧师曾经 也这个样子 你对我好 我才能对你好啊 你凭什么 先让我对你好 而上帝的教导 不是这个样子 不要去要求别人 我认罪悔改 我顺服主耶稣基督 这时候上帝补偿我呀 格路西书三章 二十三到二十四二十五集 夫妻之间 不要 不要希望 对方能有改变 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上帝的话语是 我认罪悔改 我遵守上帝的话语 我真心地做仆人 在基督里 有新的开始 重新开始啊 我们把这世上的一切 都看成是我的处境 格林德前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我们属于基督的人 这世上的一切都是我的处境 因为我们是属于基督的 基督又是属于上帝的 所以我看别人的处境 也看成是我的处境 为他祷告啊 那人家的那些生活环境 也是我的处境 我们把这一些都看成是自己的 这是多么美好的呀 而我们呢 只顾自己 我的家人 我就好好关心 别人 哎呀我才不管呢 这就是心里很狭隘 不属于基督啊 在基督里是有爱心的 把身边所有的人 看成是属于自己的处境啊 我们对自己的家人 再难听的话 我们会讲 因为不希望家人受害 我们就会讲实话 真心地提醒 劝勉 而我把这个家人 看成是外人的时候 我们不敢讲实话 觉得怕不合适 比如说我是医生 有患者来找到我看病 如果我不把这位患者 看成是我的家人的话 那我是不诚实的 我把所有的患者 看成是我的家人 甚至把他看成是我 看成是我的处境 就比如说 我的手指头疼了 我肯怠慢吗 肯定会要先治好我的手指头 就是我能把身边 所有的人看成是我 而且是真实地 看成是我 这才是上帝的教导 爱人如己 当然了 这一切我们做不到 所以我们每天 来到主面前 求主帮助 求主赐给我们 智慧与知识 能够遵守上帝的话语 遵守诫命 靠着耶稣基督的爱心 真诚地 爱人如己 就比如说 我们每天都会洗脸刷牙 很多人说 我都洗脸刷牙十多年了 今天就不再洗了 没有这样的人吧 每天每天都在洗脸刷牙 所以来到主面前 我们每天都警察自己的行为 每天都警察自己的言行举止 求主帮助我 改正我哪一方面的缺陷 求主帮助我 这就是我们每天每天 像第一次来到主面前一样 来到主面前 谦虚地跪在主耶稣基督面前 向主真诚地祷告 常常祷告 不要灰心 常常祷告啊 在座的各位 我们从今年开始 要重新开始啊 从现在开始 我们重新开始吧 我们一起来告白 我是仆人 我要服侍所有的人 那首先这两样 做我的目标 那回到家里 如果我又纷争争吵了 那我又再说谎了 很多人说 哎呀 我凭什么要做他的仆人啊 不要这么想 内心只专注于耶稣基督的爱 耶稣基督的教导 真诚地认罪悔改 上帝造就我 上帝帮助我 使我获得胜利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主啊 感谢上帝 使我们能够称呼上帝 全能者上帝为我的父 主啊 我的人生全要交给上帝 唯独主造就我的人生啊 感谢上帝的恩惠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的内心 只专注于爱主耶稣基督 爱上帝 我们需要做的只有认罪悔改呀 主啊 求主帮助我 使我默想圣经的话语 通过圣经的话语 使我真诚地认罪悔改 通过圣经的话语 能察觉出我内心的罪恶 通过圣经的话语 察觉出我内心的邪恶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地认罪悔改的时候 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 运行在我的内心 进入到我的心灵 医治我的疾病 医治我的灵魂 主啊 求主怜悯我 求主保守我 使我千万不要再被恶所使用 主啊 求主怜悯我 帮助我们 使我们蒙上帝的使用 使我们做义的器具 求主帮助我们 求圣灵的分辨力 帮助我分辨 使我时时刻刻属于耶稣基督 靠着耶稣基督的爱 战胜邪恶的恶魔恶鬼 使我不至于再犯罪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时时刻刻 紧紧抓靠上帝的话语 常常地认罪悔改 常常地祷告 靠上帝的话语 获胜 靠祷告获胜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祝福祷告 宝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